位於三角窗的素食店 七樓下聚集大批人潮 除了現場排隊的客人 戴安全帽的幾乎都是外送員 實在等太久 乾脆邊滑手機邊休息 而情緒難免也有些激動 像我這個客人 他前一單11點48分 應該要取餐的 到現在應該12 現在一定會1點半 等於是兩個小時 之所以擠爆素食店 是因為除了外送平台 推出香氣式滿意送衣活動 搭配獨特沾將的BTS 幾塊套餐更是行到不行 大家在家就能點餐 最苦了外送員 真的不能再等下去 因為警察也會來管制 而三重這家素食店 室內也已經超過5人 然後我想說要不要跟反應 可是因為他們實在是忙著 就是忙不過來 然後於是我就先打電話報警 而且不只雙北地區 在新竹還有更誇張的 紅紅綠綠兩大外送平台的車輛 算一算將近20台 訂單大爆量全部都是來等著取餐 為了工作外送員也只能夠冒險群聚 但防疫非常時期 或許避開尖峰時段點餐 同樣能享受美味也可以降低風險 避免間接造成疫情破口 TVBS新聞 實際人 張英科 森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